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在挪威的无价非常高 所以省钱是最大的挑战 我每一天几乎都在市场买材料回去煮 这样的话会让我省很多 挪威快餐店一餐都在八十几条 所以如果我要省钱的话 我不会选择在当地的快餐店吃饭 这间亚洲市场是我在欧洲的时候 最喜欢去的超级市场 因为它有卖着各式各样的亚洲材料 比如说小辣椒 泰式辣椒酱 或者中国的辣椒酱 或新马辣椒酱 还有各国的泡面 比如说泰国泡面 还是马来西亚的泡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天挪威都在零度以下 如果你选择冬天来挪威的话 请必须准备好防寒衣服 还有在交通上省钱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通常买远途的火车票的话 最好是在前几天购买 你就可以买到便宜的火车票 今天我来教你们 怎么样买便宜的火车票 选择乙员 选择一张新的票 选择你出发地点 再选择你要抵达的地点 然后选择一趟或者是来回 然后选择现在开始的 一张大人票 然后你就可以看它的价钱 今天或者明天或者隔天 通常多几天它价钱会越便宜 所以提早几天来是很重要的 我选择四天后 大概价钱会便宜到三倍 然后选择standard seat 最便宜的票 然后就查清楚你的票的详细 对不对 然后就还钱 你可以选择现金或者信用卡 我选择信用卡 付了过后它就会给你一张票 和一张单据 原价本来是900多 我用300多就买到了 在挪威很多东西都很贵 比如说交通或者是购物 都比其他地方贵 所以尽量不要在挪威购物 然后交通如果在一个小时内 你可以选择步行 你可以选择一天步行 然后第二天买24小时的交通票 你可以搭当地的船 火车 电车 跟地铁都可以 在挪威住最便宜的话就选择被保旅馆 我选择的自家被保旅馆价钱在100多 而且被保旅馆最好选择在市区内靠近火车站 10分钟到20分钟的路程都可以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省交通费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设理想先看 这样是我们更新新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成为第一批想先看的观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